我们刚才把武昌介绍了 武昌的要点实际上是人 用通俗话讲就是 怎样成为一个好人 用文言一点话就叫做君子之大 这就是武昌的要点 武昌是做什么使的呢 是用了修身的 儒家在祖师统结了一件 儒家是要格物治之 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儒家的人生理想 强了格物治之修身 强了是对个人的 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治国的 这样一个关系 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修身的 一部分是治国的 那这个武昌 完了之后我们后面讲这三纲 三纲是实际上是用一致国的 你们看 君为臣纲 这是董忠书总结的 处为子纲 处为七纲 君为臣纲 应该讲孔子是讲过的 因为孔子讲君君臣臣 君君臣臣 这是孔子讲过的 轮语里面有 君君臣臣啥意思 君要上一个君 臣要下一个臣 苏夫子也是这意思 父亲要下一个父亲 儿子也讲儿子 所以如果也概括这一个字的话 这个君为臣纲可以概括为中 应该差不多的概念 父为子纲 就是孝 吴家里有很多样的概念 孝 可是这个父为七纲 孔子讲过吗 孔子讲过夫夫妻妻吗 还没有 所以父为七纲 应该是董忠书加进去的 尤其是到后来宋明儒学的时候 宋明礼学的时候 有朱熙他们 把这一条认为给加强了 这个后话我们再说 但这个不是孔子的东西 我们先看看君臣刚 君臣刚呢 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 很多人说 在国内有很多争论 包括从五次开始吧 达到孔家变的时候 对儒家批判的焦点就在这 说这不是宪政 不是民族 这样 我同意 我同意这个观点 不过我们要撒过来 考虑一下 这有没有道理 比方说这个忠 在论语里边 这个忠 最先提到忠的是谁呢 是曾子 曾子说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苦 与朋友交而不幸福 传不习口 这个忠 他说的是为人谋 他不是说为君谋 明白吗 所以这个忠不一定是非要效忠皇帝 他叫忠 如果在一个公司打工 对老板负责 这也叫忠 对不对 一个团体里边 一个组织里边 像我为这个团体招想 这也叫忠 为人谋嘛 为别人谋 忠的最重要的含义 核心的意思是说 你在为别人作事的时候 你不要有自己的私心就可以了 这也叫忠 不一定是非要是这个君臣 我们生活在世上都要有份工作了 打工或者自己是老板 你在打工的时候 用人单位希望什么样的人呢 他一定是希望这个人不要暗地去害我 这样说 你说这个不值得提倡吗 我觉得很值得提倡 那有的人说 我这个老板不好 我需要忠他吗 他需要忠吗 我这个老板人很差劲 对员工啊 他总有那个私心 那怎么办呢 我有一点私心对他 有什么不对的吗 不对 如果你发现这个人不好 怎么办呢 离开他就是了嘛 辞职不干了嘛 就是了嘛 这是按照儒家的教诲的话 应该正确的做法 这样 你选择在这儿干 你首先就选择这个人 是值得忠的 这样 你这样说 觉得这个人不好 那就辞职不干 所以孔子讲 道不同 不相为某 对了 道不同 你不要在这儿干嘛 你道不同 你还在这儿干 本身就是你的错 所以这个忠呢 我觉得是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 它是没问题的 它是值得提倡的 他复为子刚 盖过起来就是孝 这是在儒家里边 占有重要的地位 僧子专门写了孝经 来讲孝的重要 中国人为什么要强调的孝呢 首先我们是宗法社会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 就是西方这个意义上的宗教 我们没有这样的宗教 所以 从本质上讲 中国社会 自古以来是世俗社会 当然我们有神 但是那个神 是属于犯神论的 西方都是 要反对这些神的 这样 所以 我们没有宗教 而我们的祖先 就是我们要 崇拜的神 这就是孝的 心理学基础 我们要 要 看这种现象 要知道它的基础在哪里 那 中国没有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 但是人 必须是有属灵生活的 人 只所以区别于动物 是因为它有属灵生活 它有精神追求 它一定要有信仰 不一定不要信神 那对于中国人来讲 我们就信 我们就崇拜祖天去 它一定要有个东西崇拜 这就是孝的基础 这样 实际上 我们想一想 西方是有神灵 在他们来崇拜 而中国人崇拜祖先 崇拜父母 实际上 孝性父母 我觉得 这个孝可能更符合理性 因为 这个神灵的崇拜 我们 我们先不说 有神论 无神论这个 这个课堂上 我们不顺其这些 好吧 我知道 我原来讲课的时候 我们也有信佛的 也有信基督大学生 都有 大家都不来听 没问题 我们是合而不同的 但是如果我们 从理性的角度想一想 你就会发现 信这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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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还是不能够说 大家都贫俗 可是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上帝吧 上帝 创世纪这边讲的 创造人 这样的说法 总还是护上所有人的信佛 可是我们的父母 给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大家都信佛的 这个没什么 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是实打实打 那么我们有一个 现成的创造者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不去崇拜他呢 对不对 这个很符合理性 这就是孝的基础 这就是孝的基础 我们需要有一个 因素的崇拜 而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父母 赋予我们生命的 他们这些人 一个现成物 这是孝 那 附为七纲 也是儒家最受诟病的地方 说的是 夫妻 这个女的呢 要俗通于男的这个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不是孔子讲的 找遍论语 找遍儒家的其他经典也没有 这是后边的人讲的 通通通书呢 到家里去等 相反 我们能从儒家经典里边 找到很多相反的东西 就是提倡男女平等的 提倡妇女解放的东西 有这样的东西吗 我们如果读《诗经》的话 你就会发现《诗经》头一篇 是什么 观观敌酒 观观敌酒 在何之中 要调妇女 君子好求 有人读好求 对不对 讲的什么故事 一个女的 在那采灵个野菜 姓菜 一个男的看到了 哎呀 非常喜欢这个女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晚上睡不着觉 辗转反侧 辗转反侧 这个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词 就是《诗经》里边 睡不着觉 后来怎么办呢 给他小夜娶 中国也有 晚上到他家人口 谈琴去 这是中国小夜娶 弹琴 然后弹琴 这个女的也不理他 他敲鼓去 打击乐也上了 我们会 论语里边 多次提到 观敌这首 我们到时候会再仔细讲这个 这是多么美好的爱情诗篇 有一点风险礼教吗 好像没有 还有一首歌叫《在水一方》 邓丽金唱的 那个也是出自《诗经》 《诗经》里边 《在水一方》那首歌 改了一下词而已 但是那几段 还有整个的结构 完全出自《诗经》 那个也是相当好的爱情诗篇 还有一首不太出名的 叫做《刨有苦叶》 刨就是刨瓜 葫芦瓜 葫芦瓜有苦叶 苦叶就是枯叶 表明已经到了深秋 说的是 到了深秋了 一个女的在这个济水河边 山东的一条河 济水河边呢 这个女的一大早起来 就去等她的男朋友过来 未婚夫过来 过来干嘛 商量结婚的事 说你看马上就要天冷了 一到冬天就不能结婚了 当时是这个诡计 所以最好是趁着河还没有及冰 今年就把婚事办了 他想跟他男朋友商量这个事情 他就在等 那个百度的小伙子呢 看见他 以为他过河呢 就向他招手 叫周子招招 周子招招 他说看来吧 船上还有位子 上齐了就开船了 他跟那个周子 那个船服说 我不过河 我等我男朋友呢 这样一首诗 这首诗让我想起一个什么 想起了 小二可以结婚 小二可以结婚是赵书里写的一个小说 是描写的当时在一个地方 小二辉和小秦两个人自由恋爱 小二辉到县里边就开会去了 小秦呢就想他 想去村口迎接他去 可是又怕人家看见说他 他就假装洗衣服 把他做衣服在这洗衣服 实际上是在等小二辉 你看那个现代人 反而怎么那么那么羞怯 这两个故事你放在一起 哪个是古代的 哪个是现代的 好像古代 我们三千多年前的那个故事 这个妇女很解放嘛 没有那么什么羞羞答答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说 这个夫位提纲不是书家人 我也不是跟别人较劲啊 谁要不同意我也可以理解啊 因为我们确实 这个整个两千多年啊 这个历史里边 我们都认为这个男子女卫的 但是我们读一下 我为什么提倡读这个古典的呢 越谱越好呢 我们能看到当时中国人到底是 什么一个思想感情 我们能看到最真实的 最纯土的中国人的情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复卫提纲不是书家人的 在经典中我们找到很多这样的证据 好 我都走不了了 好 这个像呢 这个复卫提纲呢 嗯 好 其实再插一句 其实这个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独有的 在基督教文化里面独有的 我们说他的理论基础就是 夏娃是上帝从亚当的身上 取了一根肋骨做成的 所以这个妇女要听男的 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 这样 也有这样的传统 包括最近美国不是在大选吗 这个共和党里边 那个候选人里边有个女的 大家知道这个女的吗 叫成了吗 他们辩论的时候 这个女的是那个原教旨主义的 也就是圣经上任何一句话都是对的那种 不能改的 对手就问他了 当他圣经上保罗讲 这个妻子一定要听丈夫的 这个你信吗 他不信呢 他说OK 那完了 那我不能选你啊 我选完你是你丈夫做美国总统 不是你啊 你试试就要听他的呀 他在这 他愣了几秒钟 然后说 我说的这个妻子要顺从丈夫 我是指的我们要相互尊重 我指的这个 他显然不是圣经里边说的 他说的那个本意 他是在把这个 狡辩了 所以你看 我们讲的这个呢 不好的东西 这边也有 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 跟那个先生讨论 其实啊 中国儒家的这些传统 这些理想 很多其实在西方这边也都实现了 比方说这一句 空子讲 导致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什么意思 就是要用正 来引导 来领导民众 用行 来规范民众 这样的话 民众呢 就 可以免于犯罪 但是他没有羞耻心 没有羞耻心 民免而无耻 导致以德 其之以礼 由此且歌 如果你是用德 来引导民众 用礼 来规范他 这个礼相当于那个 行 那个地位啊 相当于法 我们现在说法制社会嘛 实际上是礼制 但空子没有讲 他说的那些 他没有法制这概念 他没有礼制 这样 以为这个办法呢 这个民众呢 他也不会去犯罪 而且他会有羞耻感 他会有羞耻感 他知道我不去做那个事情 是因为就不符合理 不符合道的 这样 那这个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之争了 那在这里呢 讲到这的时候呢 很多人认为 孔子是不主张 祈祷以正的 主张祈祷以德 也是用儒家的 其实在我看来不一定 这两者要双管齐限 就是你该制定法律的时候 也要制定 该道德教化的时候也要 这两个是不能够偏废的 我来到加拿大以后 我发现这里边 很多情况就是这样 比方说交通法规 交通法规定的很详细 什么情况下 应该怎么走 什么情况下 这就是导致以正 其实以形劳 放了什么时候 可是呢 他并没有那么多电子警察 在这看着你 街上设计头是干法使的 那是出了交通虚故的时候 找证据的 并不是开罚单的 中国不是开罚单的 所以它是让你自觉地去遵守这个法律 这个就是很符合孔子这个想法 这两者要双管齐限 对不对 很多情况下 钓鱼也是 现在中国人多了 违反规矩的多了 所以就人家查得严了 原来不查的 螃蟹画一个样子 捞上来 比一比 看看 超过这个黑带的 不够这个大小的 也放回去 也没有人看着 规矩有了 但是要靠你道德 自觉地去遵守 对吧 这就是如家的意思 对 底下这个 子 钓而不钢 这个钢就是网 孔子想吃鱼的时候 他是拿锤钓去 钓一边钓 而不去撒网去 亦不射授 亦是拿弹弓啊 或者什么 去射鸟去 但是不射那个 窝里边的小鸟 它跑不掉 射到算大的 飞在树上 飞在天上 或者在树上 进了窝就不要射 让人也安 这个要休养成期 我读到这个时候 我发现 这跟加拿大这时候 这个法规啊 也完全一样 我们有一次去 我们要出去看病去 看病去的时候 干嘛 我们钓钓鱼吧 就查一下 钓鱼的规定 到网上一查 我的妈呀 太多了 那规定 但是其中有一条 最核心的就是 你一定要让那个鱼 自己上钩 你不可以拿网 你散去 也不可以 什么炸鱼去 什么下药去 什么都可以 你不可以去摸鱼去 都不行 一定要让他怨着上钩 其实就这一条 而且每一种鱼 钓几条 每一种鱼钓 都有详细规定 这不就是孔子说了吗 是钓而不刚啊 所以我觉得孔子 儒家的理想 在这边很多都是 反而在中国做的 那儒家有什么理想呢 我们可以 从社会 在儒家社会理想上 我们一定要讲这一段 好 这个不是轮语里面的 这是什么 李济 李济是孔子的学生们 以及在庞弟子们 所编短的一个 记录 儒家思想的 里面主要还是记录孔子的 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些讨论的时候的那些文章 编短上的理记 其中有一篇叫做李运 这个李运是谁写的呢 具体的作者不详 但是这里面提到的那个自由 刚才我们看到 孔子说杀鸡烟用攒旧刀的时候 那个自由 那个空子学生 自由叫做演 对不对 这一篇 是读儒家的 学儒的话 必学的一篇 这是讲的 孔子的理想社会什么样 看看 西哲 仲宁就是孔子 于在祭祀的时候 点那个蜡烛 所以那叫蜡祭 兵就是嘉宾 孔子做祖国的 在做蜡祭的时候的嘉宾 西哲 就是往日 以前 中级蜡彬 赤壁 等那个祭祀完了之后 出游于灌之上 灌就是 那个祭祀的那个 搭这个台子 可以灌风景的 在那个 上面 完了之后 他就在这儿 看风景 溃然而叹 哎 你不得了看 哎 众尼之探 盖探 盖探 鲁也 众尼 他所探为何呢 应该是为鲁国而探 这个 眼眼 就是刚才说的 自由 在侧 他在孔子旁边 就问 君子和探 老师你在探什么 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 以三代之音 求贵之载也 而有事也 这要下意思 大道之行 大道盛行的时候 那个时代 以及 大道盛行是什么 其实在孔子眼里 就是 姚舜宇的时候 孔子认为 这是大道盛行的时候 以及三代之音 到三代呢 孔子就认为 不是大道 大道基因了 三代之音 夏商周的 这些精英们 求贵之载也 我都没敢上 贵之载也 我没碰到他 我也没碰到 大家都没碰到 贵之载也 而有质言 可是我是心向往之的 我是非常向往他 底下是孔子接着讲的 我完了分成段 因为这很重要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 熟吗 听到过吗 可能没听到过 但是天下为公 一定知道 天下为公 一定知道 孙中山首书 天下为公 出自哪里 李济 李济的李运篇 大道盛行的时候 是天下为公的 不是为私的 那时候是选贤与能的 这个君王是选出来的 不是世袭的 选贤与能 我看台湾那个选题 选票箱 大家可能没注意 可能寄信的人能注意 一边写的 天下为公 一边写的选贤与能 就出自这 讲信修目 故人不读亲 提前不读妻子 不读妻子 我不只是 视自己的亲人为亲人 自己的孩子为孩子 大家相互都很明确 是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 老年人都能够很体面的离世 这叫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壮年人都要有份工作 才能够施展 又有所长 小孩都能够健康成长 观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 观寡孤独这些 没有人 社会保障体系嘛 中国搞了好多年 这个解决不了 加拿大这边呢 是不是观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 难有分 你有规 分就是身份 或者说工作 你有规 你要有归宿 你都要能嫁一个好的人家 货物欺 欺一地也 货物 这个物品 我讨厌把它浪费掉 什么 各尽所欺 各尽所能各尽所欺嘛 不必藏也几 宫有的 利 物欺不出 以身也 不必为己 这就叫各尽所能 各取所欺 这样子 是故 是 是故 谋必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做 就没有贼了 也没有造反了 故 外户而不必 叫做什么 叫做 路不时宜 也有闭库 这样 世卫大同 孔子认为 在姚舜乙的时候 我们社会就是一个大同社会 就是这样 那时候也没有说 那个皇帝是 那个天主是 世纪的那种 好 今 就是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了 大道即隐 这个大道呢 非人实行了 隐去了 天下为家了 变成了 一个性 统治了 所以叫各亲亲亲 各子亲亲亲亲 获利为己 什么 大人士以为礼 这个 这个 玉郭成沟 以为故 每一个城市的挖 要很深的 好沟了 这样 然后就要有 就要君臣 父子 兄弟 这些礼仪就要都有了 这些规矩都要有了 然后等等 就有制度了 有田礼了 什么的 还要祭功了 故 谋用事作 这时候就要用计谋了 而兵由此起 就要打仗了 那么 与汤文武 成王周公 由此悬也 这些 从与汤文武 成王周公 这些就是在这个 天下为家的情况下 所选出来的那些军邦 此六君子者都 未有不均一礼也 他们就都很坚定地主 这个社会叫什么呢 虚位小康 孔子把社会分成两种 一种是大同社会 一种是小康社会 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建设小康吗 这个小康哪来的 就来到这里 这就是小康社会 这个理想呢 其实我们看不太熟悉 好像 共产主义的理想跟那很接近 对吧 我们现在也是 社会主义就是小康 共产主义就是大同 但是有很大的不同在哪呢 就是选贤与能 好像我们就觉得这个不能实施 其实呢 这个是孔子的理想 我们不能认为孔子儒家是不讲究宪政的 不讲究秘符的 它是讲的 我们从选贤与能就能看出了 对吧 你读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西方很多已经实现了 选贤与能实现了 天下维公子一样 是把这个社会保障实现了 对吧 这都是从则的理想 所以我们现在讲 这个是有现实意义的 那么 好 我们 讲一经典 然后我们就下课 好吧 我们一点不讲论语 回去说没讲论语 这个不好 就是你 论语一共是分二十章 每一章都是有意义的头两个字 作为天明 或者三个字 作为天明 再加了地 这样构成 第一章 因为是第一个有意义的字 是学而实习之 是学而 学而地 这样 读起来朗朗上口 我刚才讲了 文艺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不仅是道理讲得好 他的这个文采也很好 学而实习之 不义悦 悦是通 这个说就是通悦 那个喜悦的悦 有朋自远方来 不义乐乎 人不知而不怨 不义君子乎 第一个不用解释了 学完之后 你及时地复习 不是很快乐吗 小朋友都应该有这个体会 对不对 学完东西 回来赶紧复习 就不会忘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德国有一个心理学家 发明了一个叫做 学习倾限 他发现 他发现 假如这是时间 这是你记得的单词量的话 你学完之后 一个小时之后 你就会剩这么多 然后 再时间再长的话 就剩得越少 不过最后会有一些词 你是不会忘掉的 一倍不会忘 不过 你如果 过一段时间 你再复习一下 它这个体现变成这样 所以你最终记住的 就会多一些 如果你再复习一下 它的体现变成这样 所以你如果复习三次的话 复习两次的话 你最不记住的 会有这么多 这就是学习体现 这跟孔子讲的 学而实习是 太吻合了 一定要及时复习 珍惜先生 有朋友最远往来为乐福 有没有这体会 会一个朋友来 高兴不得了 孔子在说教吗 没有啊 说的都是人心里的话 是吧 人不知而不运 这句话倒是要 要做一个解释 人不知道我 人不了解我 我也不运 所以这个运是 是脑怒的意思 还不是那个大怒 不是那破口大妈 怒法成光 不是那样的 是有怒又发不出火了那种 这个叫做运 别人不了解我 我也不生气 不生闷气 不是很君子吗 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孔子 周游列国的时候 道不逢帝 他介绍他这个理念 人家没人了解他 到底是这样的 那孔子说 我不生气 实际上很生气 生闷气 所以他就说 人不知而不运 不以君子 OK 好 那 我在网上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有一个 从举线来的一个朋友就说 这个 讲论语呢 就要从音韵迅古学讲起 就是每一个字 中共的这个字 它是 为什么这样写 为什么这样读 从这个讲起 那我们也试着讲一下 我给小朋友学汉字的话 知道这解释是没有话 不得 我们先看第一个字 子 这字还有讲吗 要讲 甲骨文的时候怎么写呢 甲骨文是这样写的 这个字 像什么 一个baby 一个小孩 一个大脑袋 小孩跟成人的区别就在于 脑袋显得特别大 比例特别大 这是一个 大脑袋 张着手 紫的意思就是小孩 就是baby 可是在这里是老师 所以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里边所有字语的地方都是指孔子 是一个尊称的 这样 那么以子作为偏旁的呢 比方说孩 孩子的孩 意思偏长 这个偏旁 对吧 孩子 发生什么孤 孤儿的孤 也是 但是这个子呢 还有另外一种贴法 一个变体 作为我们构筑里边经常用到的 你们就不一定知道了 就是把这个子倒过来 在甲骨那边是这样写的 像是这一样 这样写代表什么呢 头肠下的一个孩子是什么 婴儿刚出生的时候 孩子小孩出生的 这个妈妈都知道 头衔出来 小孩在妈妈肚子里 也是头肠下的 所以这个道的词呢 在这个构词里边呢 就这样写 把它简化一下 就简成这样 比方说哪个字呢 这个字 孕 孕是什么 生育 我们说计划生育 Give birth to a baby 就叫孕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上面这个 是 这是稻子 这个 这个是脚朝上 头往下 你看这个月是什么 月是肉 肉的形象 像形字 刚才那个朋友说 那个像形字 你看这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扇猪吧 或者什么 把脑袋去掉 剩下的是排骨 这是肉嘛 对吧 把它坐于天旁的时候 就简写了 简写这个月 这样 养育孩子 当然是 他得掌揍吧 对 生育 我们生育 养育 教育 都是这个词 OK 这个意义呢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突出生孩子 生命的过程 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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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也念印 底下这三比一是什么 就是水 小孩的麻麻肚子里 那么大肚子 实际上全是水 羊水 那么生孩子之前 这个羊水要先破 先流出来 所以 羊水先流出来 后边 排在头上下 出来 这是生孩子过程 所以这个词 念育 后来这个词就不单独用了 表示生育的这个呢 旁边又加了一个人母 含义就是这个 和这个意思一样 这个意 多用于人名 中国有一个经济演员 叫孙玉敏 就是这个意 多用于人名 人母 女人嘛 而 把羊水流出来 这个意思呢 就加了一个三点水 给三点水 这就变成流 行吗 好 那这个 做一个偏旁的呢 这个叫什么头啊 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做呢 比方说 气 放气 放气的气 这是点写这样写 这个气在甲骨盒里边怎么写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是两只手 最后讲成这个两只手 中间这个过气 过气 过气里边装着一个孩子 孩子是头朝下的 代表着刚出生 干嘛 养不活 把他放 气养 把孩子扔掉 所以这个气的本意是什么 把孩子扔掉 养不活 养 那这个孩子在肚子里呢 最开始的时候 胳膊腿还没长全 那这个用什么 那这个用什么表示呢 用这个不表示 这个代表胳膊腿的 这一横代表胳膊腿的 上面这一点代表腿 先长脑袋了 这样 而这个胎儿一定是在胎盘里边嘛 所以再加一个口 代表胎盘 这就代表什么 在胎盘里边 胞衣里边有一个胎儿 所以这个字 本意就是胎儿的意思 那现在我们把它 作为台湾那个胎 高胎的胎的简化字 那后来就分开了 这个胎儿的胎儿 因为也是跟肉有关了 就加了一个月字标 这就变成胎儿了 用胎 专门指胎儿 它的本意实际上是 一个手脚还没长全的 一个胎儿 那如果把它换成一个女字标 这次念什么 开始的使 你看不认识了 开始的使 什么意思 女人怀胎的话 是一个生命的开始 所以这个使的意思 也是跟怀胎有关 为什么里边有个胎呢 可能很多人学这个字 没有想过 为什么里边有个胎 有个女的 大家也知道 女人怀孕 可是为什么有个胎呢 实际上是胎儿的意思 胎儿的意思 OK 所以 扯得远了 我们从子这里开始 发现这个子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这么写 约 一个口 口就是嘴了 这一行是什么 嘴 嘴 嘴 对了 说话的时候 一张嘴看见舌头了 所以这个约 就是张开的嘴巴 能看见舌头的嘴巴 就叫约 读约 为什么读约呢 因为跟那个说 含义一样 我刚才讲过了 含义一样的话 读约也会 要七百八百 要拉扯关系 取得说的运动 说 对不对 这样子 约和说嘛 好 学 讲完学我们就放学 学 这是简体字 咱俩就这样去 什么乱七八糟子 我一分析你就觉得不乱了 这个是什么 是手 左手右手 像不像 两只手 这个是什么 小草棍 两只手 两只手在玩草棍 一二三四 玩草棍 干嘛 在哪儿呢 在一个房子里 这个也代表房子 谁在玩呢 刚才说的就死了 小孩子在这个屋子里边 在数数呢 这干嘛呢 学习呢 学数数 这是形象的说法 但实际上 这个不是一般的草棍 这叫式草 古代 我们看易经的时候 那个六十四挂 就拿那个式草 怎么一抛 看落下来的那个 什么 对 然后起一个挂 所以那个是用于占卜用的 所以不是学数数 是学占卜 学易经的 在学义 所以这个学的意思 是这个 那么易经里边 这个叫脚 每一横 易经里边 那个每一横就叫一个脚 就是这个 脚就是那个式草 所以这个字 是在学易经 学什么呢 所以你们 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之后 它的构成的话 你再去学这个字就很容易了 这么复材也很容易解释 像指手 再玩 再做那个章子 OK 后来上面再看复杂 就把它简化了 就简成三表 就是现在的字 OK 这样 把这个字 再把这个子 变一下 换成一个介绍的语 觉是什么意思 觉悟的意思 知道的意思 占卜 占卜完之后 从这卦象上 我就能领悟到 这个事是极还是凶的 这个叫觉 觉悟 OK 好 所以这汉字呢 就怕你认真去研究它 你一认真研究它 你会发现 全是道理 全是学问 讲容易这么讲 行吗 不行 这一片在什么时候讲 以后我就不这样讲 我们讲 我们讲重要的字 再讲 不能一个字就不讲 今天就 今天也耽误了 大家朋友 好 那个达老师讲得好不好 好 谢谢 其实呢 就是说呢 通过我们第一次讲解 可以了解 达老师其实呢 他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知识 储备非常的多 可以从 因为听过达老师很多次课 我们跟孩子一起 可以听的 达老师的知识呢 就是说从每一个点 都可以发散 包括是历史的故事也好啊 包括文字也好啊 包括人物的这个典故也好啊 包括美丽君的出处也好 不是说在那看书看背 就是长期的 对中国文化是一种热爱 好